身穿黑色条纹衣服的阿嬷和家属们搭高铁从高雄北上 上午9点多赶来台北马街医院见乖孙最后一面 怎么也想不到当上警察冲锋陷阵 却在巡逻时遇难天人永隔 黑框眼镜造型就是殉职警员黄伟正 28岁的他警砖33期毕业 从警7年多在三重分局后得派出所服务 工作认真深受长官同袍信赖 三年多前当爸爸后经常脸书上晒小孩照片 如今意外殉职家属悲痛不已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给黄爸爸一个深深的拥抱 从小开始是阿嬷跟爸爸把他带大 舅舅鼓励两个兄弟从事警察的志愿 两个兄弟都非常的乖巧 听从舅舅的鼓励 所以他们可以讲都是警察四家 警察四家不幸发生这种事情 这种伤心的难过 我们自己警察弟兄都能够感同心痛 原来黄家兄弟和孤障都是警察 弟弟今年26岁 警砖36期毕业 当警察已经五年多了 恰巧也在三重分局 永福派出所服务 和哥哥都在同一个辖区 只是两人已经没机会 在携手打击犯罪 我们潜意的在追究他肇事的原因 以及肇事的责任 还给我们警察同仁一个公平跟正义 我们绝对不宽待 警察局会责成一个专案 把肇事原因离清 肇事的责任予以追究 让好好的从幽虎系我们的同仁 同事警察背景的侯友宜 承诺从幽虎系 将全力追究肇事原因 给无辜丧命的原警家属 一个交代 民事新闻林辰吴俊德 SN小组台北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上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